为了缩缓大市关卡的堵塞情况 移民与关卡局在早上的高峰时段 让入境摩托车使用部分的出境通道通关 有摩托车骑士说通关时间减少了约半个小时 记者图建墙报道 自5月起大市关卡人员在早上5点到9点之间 引导入境新加坡的摩托车骑士到出境区 使用自动通道通关提高通关小率 由于早上比较少摩托车出境到马来西亚 所以30个出境的摩托车道会转为入境动途 这让原来的40个入境通道增加到70个 一些摩托骑士表示通关的时间快了约半个小时 如果天气好的话 我们每个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清晨 都会将入境的摩托骑士们 导引他们到我们的出境区进行通关 每天这样开的话很快了 他每天这样开两边 大概半个小时有时候20分钟 当局表示目前每天有大约6万8千名摩托车骑士使用大使关卡 比疫情前多出5% 预计接下来的车流量会继续增加 当局接下来将探讨在雾南关卡推行这项计划